你看这个刚才你讲的那个苏黎世机场的那些小留学生啊 我突然想到一个电影 不小了二十几了 对 那个突然我想到一个电影就叫那个黑科帝国 那个中间的主人公叫Neo 他在那个虚拟世界里头被困在那个地铁站里头了 就是也进不到虚拟世界那个曼哈顿那个大城市 也回不到那个真实世界 就困在那个地铁站里头 那个地铁站就被一个恶 就是那个地铁的就是个偷渡嘛 就是被一个恶霸控制的 就不让他上车 他反而得罪了就不让他上车 就很困 实际上你中国政府是有义务吧 把这些人这个进行国际协调 把他们安排带回去的 这个这个也就是 但是这个反过来说 就是说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伪装成正常国家 关键时候那个梁这个梁山泼气着就就掩不住就冒出来了 你让他最开始的时候他让所有的武汉人回国呀 你不记得吗 对对对对对 要接所有的武汉人回国 当时说哎呦 就是就说这个这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就是一直应该说从尼克松以来 美国西方包括西方社会 他们一直是包括欧洲 欧洲更早了 这个第一个跟中国建交的西方建交应该是英国吧 法国 法国是吧 就是他们一直是觉得 就是说应该跟一个像跟一个正常国家打交道 就是我想的什么 想的那个有个叫佟孜荣上海电视 佟孜荣那个那个唱一样 杨子荣的那家伙 不是就是那个不是 哦是一篇电影一支制片厂的配音的 配音他有一段非常经典的是哈姆里特配音 他跟他妈妈的对话 说是从今天开始不要上叔叔的床 即使没有真结也假装有吧 就是这样的 就是就是美就是西方世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这么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态度 从今天开始假装是一个正常国家 我们假装认为你是一个正常国家 你装作是一个正常国家 我们这样走下来吧 有一天你真的就正常了 他们相信这个魔咒希望的力量 那么就是就是这个美国人是哄着 他们认为他们是哄着中国共产党 再往这个路上走 再往解体的路上走 再往自由民主路上走 换句话就解体的路上走 就像奥巴马说 他们还不懂事吗 他们还是这个孩子 孩子嘛 他们没想到那是老油条 老江湖 梁克山坡上那套东西 你奥巴马也好 卡特也 这个这个布什父子也好 这个川普也好 你跟他玩那一套 你玩得过他吗 对不对 就是他们是有 他们呢 就说这帮人认为是哄着的孩子 慢慢长大就好了 他们认为他是会长会变好的 他的根是好的 但是这个这个这个预设是完全错的 就像跟金战 跟建山荣是一个水平 你知道吧 他们不敢把这话说破 说破了就觉得这个是没法 这个世界没法走下去了感觉 但是最后迟早就没走 对 另外一个共产党也是这样 你想哄着我玩吧 想让我有一天跟前苏联一样 那是我的命运 我才不干的 但是呢 你既然想哄着你玩 我也哄着你玩 我就告诉你 有一天我会那样走 你给我时间 给我耐心 我们你看 朱镕基给人讲什么 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参加学院 我们争取民主的 我管国民党 这个反动派要民主的 那江泽民还能把那个 林肯的格力斯堡的宣言 给你背一通啊 对不对 你看一看怎么样 这个中共跟显然不像苏共 他们从延安时期 小华多了 从延安时期就有民主基因 就以美国为榜样 他骗人了 他骗人真的是 是他基因里的东西 他是基因里头的 他文化里头的东西 就梁山好汉 他不怕骗人 也不怕毫无道理的杀人 你是不能理解的 但是美国人就认为 他是能理解的 对不对 好 你这样一路走过来 互相骗互相骗 到了贸易战的时候 想让你看出来 有点图穷必见的感觉了 就是什么 就是两边人都说好 贸易战归贸易 但是我们不怕脱钩 就是什么 就是美国这边的说 你们有可能成为前苏联啊 中国那边说 我们有可能成为前苏联啊 你想这个口气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 中国那边说 我们有可能跟美国 也分厅抗礼 抗他三五十年啊 对不对 从今天开始 我们成为前苏联 我们可以延续七十年了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 都是后代的事情 我们把问题交给后代吧 我们智慧不够嘛 跟邓小平讲话 这个他们突然发现在美国人眼里头 他们可以跟前苏联一样 你以为你在表 你以为你在替他 担心你在威胁他 他发现 我还有那么牛 那也就是冷 你威胁我的时候 我也一样可以威胁你 那威胁他 也是可以玩的吧 突然他就发现 他可以按照前苏联那个模式来对待中国 那么就有相当一批人 我就说 你把他叫的鹰派也不对 反正就是 他们在替本国政府沼泽的时候 美国这边鹰派说 小心我把你当前苏联对待了 咱们冷战开始 如果贸易协定不迁 那就是脱钩 那就是冷战 那中国冷战怕什么 三年吃草都不怕 对不对 当然这是个传说了 就是雷紧裤腰带嘛 没什么了不起 那他实际上 他已经不是 不是那个 这个这个三国大战的时候 小农你讲的三国大战的时候 中国 他就要冲在前头做苏联了 那么 未见得没有一批这个 这个红二代 红三代 有突然起了自豪感 因为在他们心中 前苏联多牛啊 对不对 他们这种情怀 他们本来想习近平上台了 就就应该走那个新民主主义路线 就是那个时候就整个苏联版本 那么刘邓修正主义的时候 那就是苏联版本 毛泽东很不喜欢 但是 就是那批人喜欢的那个样子 那在贸易战中间 双方 我相信双方有一批人 都形成了这个看法 就是中美之间将来就是 就是美苏冷战那个局面 他们做了这个准备 做这个准备是半真半假 我说半假 是因为为了贸易战的需要 半真是什么 你他你必须认真做 对方才会相信你有脱钩的决心 所以双方都在认真的备战 认真的准备脱钩 准备冷战 所以呢 是加了这么个选项 那么你想从习近平角度来想 冷战也没什么呀 因为什么呢 我可以向前苏联 我可以向朝选 那总比我现在随时可能被拿下 被你们这些洋派拿下 对不对 你们去跟美国勾搭墙 我跟美国勾搭不上 你们也没机会 你们休想 对 这事攥在我手里头 要么跟美国成 是我 我老习的功劳 我老大的功劳 跟美国不成 也是我的决定 跟你们也有毛关系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最终两边就是吵着闹着 吵着闹着 这个互相哄的这个局面就没了 对 不哄了 不哄了 就是一旦不哄了 一旦把那个最坏的局面 拿出来讨论了 过去可能都是于 你说这话 没人听 没人愿意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讨论是越讨论 越清晰 越讨论 这整个蛇鼠一窝 整整狗牵的 都觉得挺亏的 你别说 这个 这个美国人觉得亏 我觉得他们这个反省的角度也有意思 实际上他觉得 就这个 你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你们的中共产党太不像话了 我对你们那么好 救了你们那么多次 你们竟然这样忘恩负义 但是我 我看了以后 我就觉得 我这帮人怎么没有自省能力啊 他们亏待了中国人民啊 很清楚啊 对不对 你都你救了共产党那么多次 你害了中国人民多少次啊 对不对 那你 那你现在终于知道 你跟 你不跟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你跟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是什么结果了吧 哎呦 咱们 你你这番话我 让我想起来 咱们真得把基辛格要来 好好教训一下 这个老小 你知道这个结果了吧 那我觉得 基辛格没多大责任 他是整个 那个那个老头子 美国人民不愿意 他有什么办法 美国人民乐意 还有他的场子吗 就是 就是我是觉得 这整个美国人民 是要反省的一件事情 最后他们的政客才会反省 嗯 就是 那那这 实际上美国人民是 实际上他是 他是个大块头 他根本不在意 哄不哄我 对不对 嗯 但是哪一天 你真的给他造成威胁了 像莫雷事件 NBA的莫雷事件 我觉得普通美国人感受到了 嗯 哦 你你竟然能管到 我我我这个 这个NBA的这个 一个一个经理在 推特上的发言 你都能管到 还逼他删了 这他一想 这太可怕了 这个这个中国共产 哪是正常政府啊 你们你们这些政客 把我们骗了 他可以这样 当然政客永远是这样 你得便宜 你回头 你得当替罪羊嘛 对不对 美国人民吃香的喝辣的 他突然发现不对了 那你们就是替罪羊 活该嘛 你干的就这事嘛 对不对 王就是顶罪的呀 对不对 王你做好了 你就是伟大领袖 做不好 那你就是一臭万年嘛 至于这个人 可能他也是 他从基因上 他肯定是个普通人嘛 对不对 就是政治结构上 他是需要有这么一个人 中美关系 你讲 你讲 对 所以我就说 这个美国这大块头 他反应慢 跟中国这个 因为中国这个欺骗的时间长 他能像勾建一样 他也不会像苏联那样 就是 有一点这个 就是说 这个按中国来讲 不够狡猾吧 对不对 你换句讲法 他就比较有德行 这相对这个逼格 就比中共要高嘛 你东欧共产党 你现在看到了 就你讲的逼格 越低 还有叫做低逼格优势 你现在这样讲 就是 这个西欧的共产党 逼格高于东欧 东欧的高于苏联 苏联的高于中国 就是这么一个 然后谁占便宜呢 那个最低的占便宜 最低的占便宜 但是他能占便宜 实际上他也是 就是流氓无产者 那个地位 他觉得他能占便宜 但是你永远 你的家起不来 你起不来家 你那个作风就是败家作风 再好的事给到你 最后也是个败 对 所以你看着你着急 你像蔡霞那些人 很着急 没有用 这个党的本性如此 不是习大大把党祸害了 我觉得是党把习大大祸害了 你看习大大 那个小时候的照片